你都是来自己的 一把手里脱了 这车子买了怎么运过去呢 这如果穿了多少钱啊 车子手啊 好像这个拍照费 乱七八糟加起来六万多 那个时候房子多少钱一瓶啊 九百块钱一瓶房 我上来了 这个西瓜 刚刚 OK 这是蓝莓 哎呀 你看这么多 干嘛对运物这么好啊 哈哈 蓝莓挺新鲜的 那这个是小黄瓜 好 给你尝一下 呃 不不 来 他知道你喜欢黄瓜啊 嗯 真的这个很新鲜 刚刚到货 好 现在我就拿的 嗯 好 妈妈 如果事情告诉你 不知道你跟爸爸有什么 嗯 会有什么意见 嗯 你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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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东西西放我的 我带你去看 我问一下 我爸不是过生日吗 嗯 他说要不就送一两 去车 可以啊 好多啊 我今天视频里面 其实已经看到了 啊 我就 给他说 我就问你们 会有意见是吗 没有 没有意见 可是我又不能站住女生 我还可以 不用 他来站住脚 可以 哈哈哈 你们这个习惯就是好 买什么东西吃 他都是靠自己 哎呀 我真的感动了 哈哈哈 谢谢 你怎么知道 你坚 realism 可怜 那个 damit 之后 你 neurolog 我的 tuna games i like it 我真的很喜欢和韩片 碎的 你的 Lateran 当然 mes що 我喜歡 架塔 当然 很漂亮 εκ us 妳要不要選擇 妳要選擇 對付櫃琼 Civic ederim 你現在更注重 我現在很像 我也很喜歡 我皆的時候 我們走行 polls 我們看見旁盤 Sail01 爸爸说他需要 SUV 他们有机器用车软件,车软件软件 我们不需要软件软件软件 有关于 我们在Kazahstan的软件软件 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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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能够购买您的购买 我明白 你先不必须先购买 啊 然后我们再来 带我们来 带我们来带 对吗 对 我们和爸爸 再看我们的视频 然后 再读买在网上 我认为这些车子 我认为这些车子现在很多 现在他们在俄网上 现在他们在俄网上也很利益 你们选择 我们选择你 好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车的 车的 信号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吗 还是价格都一样 它一样的 一样的是吧 就是他们 确定能做出口的是吧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说你要就是确定好了 不要到时候到乌鲁木齐车 到乌鲁木齐那边 他就是出不出不出 出不去 没想到他们确定的 他们那个是 在那个 我找的这个是 在新疆他们专做 曝光出口的 曝光出口的是吧 可以 好的 好的 如果骑车的话 是在哪里提 是在那个 阿拉木图提 对呀 不需要那个上牌 对吧 对不用上牌 不用上牌 好这个就好 对还有那个 汽车的那个 车辆合格证 和车辆许可证 对对对 他们说他们都有的 车辆合格证 许可证都有的 那这个保鲜也不用买的不 对不用买保鲜 这就是裸车 好的好的 这是你的那个粉丝吗 对 每次给你寄东西的 对呀 哈哈哈 他的水平这么高 还能出口车辆 对呀 他是有朋友嘛 就正常的那个就是怎么说交税就可以了 对对对 他说 因为我们要给爸爸买车嘛 他给我们那个都是那个有惠一点 刚才对妈妈说了 我们想给我爸买一辆车 你通不容易啊 妈妈都不一间 我又不是主 哈哈哈 你们的事情你们做主 啥挺别人的 在视频里 你们说想买中国车啊 啊对呀 我爸想买中国车 现在他在三楼市那边特别收发音 大家都很喜欢 说到中国车 我们最有发音权 我们95年就买了一点 95年 对呀我跟你说长城 那都好了 那个时候穿穿多少钱 车子十万 好像这个拍照费 乱七八糟加起来六万多 落地十六万 十六万 那个时候房子多少钱一平 九百块钱一平方 那个时候九百块钱一平方 对 然后车子十六万 十六万 关键是拍照费贵 他以前有那个叫什么东西 养路费 养路费 公路介绍基金 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 99年还买了一个红旗车 嗯 我们对国产车 还很有发言权的 没想到你爸爸也喜欢国产车 现在很好奇 那红旗多少钱呢 二十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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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房子我知道肯定稍微长一点九九年 但是也没多贵 哎呦我的妈呀 他们要买一套房子 我现在坐在家里收租多好呀 哈哈哈哈 你要买一套房子 你就不会和拿他认识的 我就不送你出去的 你就是富二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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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没送到富二代了 现在就是富二代了 哈哈哈哈 投资错了 我十七万富 我摊牌了 不 你看看吧 我们去看看那些车 哪个买比较好呢 我感觉电车好像你们那边不行 应该买油车 油车呢还是应该是 因为你们汽油便宜嘛 对对 汽油便宜嘛 汽油便宜嘛 买油车好嘛 对啊 而且人家说的评论区 我们那边就是 电车的设计确实没有 这油车的设计都有的 而且所有的汽车配件呀 我们那边都能买得到 好像我看到 你们的汽油只要两块钱 人民币和 它是要是对于中国来比较便宜 但是对于我们那边的人 还有工资 它是越来越赚 越来越赚 越来越赚 对不对 涨家嘛 到涨上去的时候 你们再买电车 来得及了 对呀 我们那边的工资呀 也就败在那边 对不对 人家的平均工资多少钱 一千多块钱人民币 对对对 两千块钱 对不对 所以就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便宜 但是还是 但是比乌兹比克斯坦便宜很多 乌兹比克斯坦便宜很多 乌兹比克斯坦工资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工资 但是哪边的那个推卸金 4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油和我们一个价 对呀 那建议他们买电车 嗯 你们放心的去买 我当爸爸妈妈的全力支持你们 哎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我也放心了 哈哈哈哈 这个车子买了怎么运过去买 叫水就可以了 主要是我们要对面一些价格 就 哈杰克三的跟中国的价格 哪个划算我们就买两个对吧 对对对 如果两边一样还不如在那边买了 对 那我就放心了 嗯嗯嗯嗯